这里是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内小舞台旁的整形空间 由老旧镇设改建而成的艺文教室 成为目前园区内已修复的三栋建筑外整形的活化空间 目前园区正在进行第二期修复及活化工程 潮州政工所争取文化补助经费及自筹款项 再不涉及文字身份的建筑物做先行修缮 目前舞台旁附属设施及路面铺设艺文课程教室等皆已完工 我们在去年度有接到文化部的补助总共是600多万 它分别是有一个400多万的修复再利用计划 跟一个200万的计划 我们全部投入在园区这边 可是经费还是一样不够 我们先就文化部指定的修复再利用的标的先去修缮 这是一个计划 第二个计划就是说我们会投入政工所本身的经费 去对园区比如说我们的路面铺设 那还有舞台旁边的一些附属设施 只要不涉及到有文字身份的建筑物 我们就要提前修缮 然后除了空间活化在扩大以外 今年的园区展览也相对丰富 预计户外舞台区以及展览馆都将安排四至五档特展 另外新增的一文馆也将纳入人力培育课程 邀请在地清创及产业进驻 透过多元课程让大众更了解地方产业魅力 今年的园区一样是很丰富的 我们除了有室内的展览 我们当然一年我们都预计有四档到五档 那今年已经进行了第二档了 那虽然我们在建光影展 我们是展到下个礼拜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在地的书法展 那今年也很特别就是说我们整建了一个室内的一文空间 还有舞台的空间 那今年我们也会在室内的一文空间 会推出一些人陪的一些课程 包含各式展览内容 场地升起 课程报名 有权安排等相关资讯 园区都将公布在潮州镇公所网站 及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 脸书粉丝专页上 欢迎有兴趣的乡亲 踊跃上网洽询 了解相关资讯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讯